今年4月1日是張國榮世世20周年的日子 香港以至全世界都有很多悼念哥哥的活動 這一個分享會就展出了哥哥生前的報章訪問 長刊 大會也邀請了哥哥昔日戰友 包括著名設計師陳又堅 好友文雪兒 以及來自日本的歌迷Kowloon 分享和哥哥的點滴 文雪兒更帶來當年的合照 要和哥哥宋陣的手袋來到現場 這個相片是哥哥帶著一條頸巾 那條頸巾其實是我的 這個袋子其實是哥哥的 哥哥借了我的頸巾用 他覺得襯到他的衣服 然後他叫我背了這個袋子 結果現在是屬於我的 哥哥生日 哥哥生日了 我們很多樣子認識哥哥的活動 對 而陳又堅亦分享哥哥當年唱片銷量暴增之迷 原來是跟自己的提議有關的 當日詞我的意思是很創舉 因為第一 我做了一個懶惰的 每個方塊都是我們做一個洞 這就是粉絲 粉絲 你不要買一隻 那賣三隻 本來賣50萬 最後賣了150萬隻 因為我的概念 因為在一個洞裡就看到這隻 就是綠色 今年一眾新生代歌手 都有翻唱哥哥的作品 向他致敬 好似曾比特就翻唱《有誰共鳴》 這日更是他手道現場演繹 這次演繹哥哥的作品 由自己演繹 也有重新改編過 希望這個版本會獲得大家的共鳴 我的粉絲很有趣 他們都會希望我演繹多些哥哥的作品 尤其是當我出了一個改編版 《有誰共鳴》之後 大家就覺得 可以試一下 很多不同的作品 因為哥哥的風格其實都很百變 而著名製作人邱亞葵 就跟內地媒體合作 將哥哥在1989年的 告別演唱會重新包裝 再整合成新專輯 要完成這個計劃 邱亞葵都花了不少心思 我們這幾個星期 就不停趕工 就將一些舞台 因為香港的舞台已經相隔了三十多年了 其實香港就沒有機器 可以再看到這些牌 終於我帶了上海 在上海敲了一些敲背出來 其實我們看到的畫面裡面 很多都很珍貴的 還有我知道有些是未出過街的 包括哥哥在化妝間 在後台和歌迷活動 在停車場拜神 看到都很感動 阿哥這首都不停地 高昇 1880年 他連結了一頭 我保重新的 都不停地 我們在有數個站